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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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各位主力亲爱的兄弟姊妹 我们感谢天主借着永元圣母的转求 赐给我们的种种恩惠 让我们再求祂为我们转求天主 今天我们用的求恩第一事 请大家回答 可爱的母亲求你帮助我们 个人方面 使我们每日能忠诚祈祷 可爱的母亲求你帮助我们 有困难时赐给我们勇气 可爱的母亲求你帮助我们 受到陷害时请克制报复的信念 可爱的母亲求你帮助我们 使我们的私言行为上保持存结 可爱的母亲求你帮助我们 当我们陷入罪恶的深渊时 能迅速起来归向基督 可爱的母亲求你帮助我们 为我们的家庭方面 家中有人生病的时候 可爱的母亲求你帮助我们 经济发生困难的时候 可爱的母亲求你帮助我们 与亲友发生误会的时候 可爱的母亲求你帮助我们 团体方面 使我们的国家的领袖母求人民的福利 可爱的母亲求你帮助我们 使工人得到合理的待遇 可爱的母亲求你帮助我们 使我们努力效法耶稣的博爱 可爱的母亲求你帮助我们 其他方面 愿圣神赐给教宗更多的智慧及力量 领导教会 可爱的母亲求你帮助我们 愿圣神引导青年人选择正确的道路 可爱的母亲求你帮助我们 勿使我们因骄傲而妙视天主于教会 可爱的母亲求你帮助我们 属我们以往的亲友 永远分享基督的光荣 可爱的母亲求你帮助我们 我们也特别地为目前的疫情 祈求天主赐福保守整个的防疫工作 也护数政府各级官员和在防疫前线工作的医护人员 在这一次疫情期间 能够顺利地阻止疫情的侵入与扩展 使疫情早日结束 可爱的母亲求你帮助我们 我们在上个星期 总共收到了393封信件 其中求恩信件有311封 谢恩信件有47封 有35封密件 我们可以发现 因为疫情呢 我们收到的信件呢 明显地减少了 神父在这里也特别地提醒大家 鼓励大家在这段特别的时期 虽然说因着疫情的妨碍 我们不能够到教堂来祈祷 我们可以通过堂区的这个网站 递交我们的求恩及谢恩信件 现在神父给大家宣读 精选出来的部分求恩信件 亲爱的圣母妈妈 请帮助我 帮助我们并治愈我患有抑郁症的女儿 亲爱的圣母妈妈 请赐给我们更多的工作的机会 亲爱的圣母妈妈 我们在交流和沟通时遇到了问题 请帮助我们理清我们的婚姻 并互相聆听 我们也为所有抗疫前线工作的 政府官员和医护人员祈祷 使他们可以在治疗新冠肺炎病毒患者时 克服所有的挑战 并尽快达致成功 圣母妈妈 我上瘾了 请赐给我恩从来克服它 现在神父给大家 送念精选出来的谢恩信件 亲爱的圣母妈妈 谢谢你给予我和我家人的祝福 感谢你为我所爱的人提供的指导和保护 以及你在新加坡 祝福我们的各种工作机会 谢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我爱你 你忠实的女儿 亲爱的母亲 感谢你的带导 尽管我们有很多次都没有向你求助 我丈夫和我在结婚大约六年时间里 对我们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感到满意 但是 我们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而当我们遇到一些困难时 我们感到失落 尽管如此 我们知道天主一直在陪伴着我们 而因着你的转道 我们现在有一个五个月大的女儿 没有天主的降妇和你的带导 我就不可能成功怀孕 无法表达任何谢意 我们衷心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和你我们的母亲 为我们家庭的祈祷 你忠诚的女儿 第三封 亲爱的母亲 我写这封谢意信件 是为了感谢你 抚听了我的祈祷 我父亲的计算机 断层扫描的结果显示 经过三轮化疗以后 他的胃部肿瘤变得越来越小 对我的家庭来说 这确实是个好消息 因为化学疗法 可以有效地治疗他的肿瘤 我们感谢你 抚听我们的祈祷 你的天主叫女儿 第四封谢意信件 亲爱的圣母妈妈 去年十月份的时候 我和家人一起来新加坡 度过了短暂的假期 并拜访了我的兄弟 当我为在梦迈购买的房屋 购房的指导而祈祷时 他带我来到这里的教堂祈祷 天主因着你的代祷 抚听了我的祈祷 谢谢你圣母妈妈 你的天主叫女儿 第五封谢意信件 亲爱的圣母妈妈 感谢你治愈了我子宫中的激流 我对这个奇迹深表感谢 并将永远成为你对我的家人 和周围人的爱的工具 你的天主叫女儿 亲爱的圣母妈妈 我的高级水准考试中 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我一直很感谢你和你的儿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在准备考试的过程中 经历了许多的迫着 但是在我感到失落 压力和失败的时候 你总是在那里牵着我的手 为我提供了慰藉 谢谢圣母玛利亚 听到并抚允了我的祷告 感谢你祝福 我有个充满爱心的家庭 他们在整个的考试中的过程中 都很理解于支持我 并赐予我坚强和决心 去做得更好 感谢你的女儿 以上是我们精选出来 给大家送念的 上个星期我们收到的 求恩信件和谢恩信件 现在让我们大家一起送念 敬礼道经文第十五页 永远圣母 仁慈的母亲 我们前来徒靠你 因为人人都知道 你是罪人的托靠和希望 求你也做我们的托靠和希望 为了基督的爱 求你向我们可怜的罪人 伸展你救援的手 我们曾多次犯罪 但是现在知道 若徒靠你 就会克胜罪过 所以我们在任何诱惑或患难中 我们必来呼求你 圣母玛利亚 请救援我 使我不再远离你 天主 让我们一起赞美圣母玛利亚 念圣母经一遍 万福玛利亚 你充满圣从 主与你同在 你在妇女中受赞颂 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 天主圣母玛利亚 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 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 阿们 现在我们唱第25页 奉献圣母 神父我们翻到第16页 圣母赞主送 第16页 圣母赞主 现在我们用圣母的赞主 同他一起赞美并感谢天主 我的灵魂颂扬天主 我的心灵因旧式的天主而愉快 因为天主垂念碑女的为鉴 今后万事的人 成果是幸福的 因为全能的天主 在我的身上完成了奇迹 他的名字是至圣的 天主对欣慰他的人 永远是仁慈的 天主施展了他的神能 粉碎了人们心底的骄傲 天主从高位上推下有权势的 举扬起那微小逼贱的 天主使饥饿的人得到富足 叫一向富足的人 空手回去 天主不忘他的人死 照管了他的仆役 伊拉尔明 如同从前对我们的祖先 亚巴朗和他的父义所许过的 玛利亚你是基督的母亲 你也是我们的母亲 请众同道 天主我们全心感谢你 赏赐玛利亚做我们的母亲 她仁慈和爱了解及关怀我们 我们在此向你致谢 阿们 第二十三页 可爱圣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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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友 第四旬期的第三周日的福音 《热望福音》第四章五到四十二节 神父简单地把这一段福音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在《热望福音》第四章五到四十二节里面 向我们展示的是 耶稣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 叫西哈尔的城里面 耶稣来到这个城里面的时候 大约是第六时辰 他坐在一个床旁 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祭水 耶稣看见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就向他说 请给我点水喝 那个时候呢 耶稣的门徒已经往城里买食物去了 那个撒玛利亚就回答耶稣说 你既是个犹太人 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 原来呢 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呢 不相往来 耶稣回答他说 若是你知道天主的恩赐 并知道向你说 给我水喝的人是谁 你或许早就给了他 而他也早赐给了你活水 那个妇人呢 就接着问耶稣说 先生 你连济水器也没有 你哪里能够得到那活水呢 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先雅各伯还大吗 他留给了我们这口井 他和他的子孙以及他的牲畜 都曾喝过这井里的水 耶稣回答说 凡是喝这水的还要再渴 但随着喝了我赐予他的水 他将永远不渴 并且我赐给他的水 将在他内成为 庸道永生的水泉 妇人回答说 先生 请你给我这水吧 免得我再苦渴 也免得我再到这里来祭水 先生 我看你是个先知 我们的祖先一向在这座山上 逃拜天主 你们却说 应该逃拜的地方在耶路撒冷 耶稣回答说 女人 你相信我吧 到了那时候 你们将不在这座山 也不在耶路撒冷逃拜父 你们逃拜你们所不认识的 我们逃拜我们所认识的 因为救恩是出自犹太人 然而时乎要到 且现在就是 那些真正逃拜的人呢 将以心神 以真理逃拜父 因为父就是寻找 这样逃拜他的人 天主是神 逃拜他的人 应当以心神 以真理去逃拜他 那妇人说 我知道墨西亚 一记基督要来 他一来了 必会告诉我们一切 耶稣向他说 同你谈话的我就是 城里许多撒玛利亚人 信从了耶稣 这样 那些撒玛利亚人 来到耶稣面前 请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 耶稣就在那里住了两天 还有更多的人 因着他的讲论 信从了他 他们向那妇人说 现在我们相信 不是为了你的话 而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了 并知道他确实是世界的救助 那么在今天的福音中间 我们看到 这个撒玛利亚妇女 她的一个悔改和改变 福音告诉我们 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去打水的时候 大约是第六时辰 也在这一个时辰 耶稣路过这个地方 他因行路疲倦 他坐在全旁 他看见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他愿意赐给他永生的活水 所以他对撒玛利亚妇人 就向他借着要水的行动 实际上是要赐给他 真正的永生的活水 那么撒玛利亚妇人 刚开始见到耶稣 一个犹太人 向他要水喝的时候 就感觉到心里面 有一点惊讶 因为撒玛利亚人 和这个犹太人 是不相往来的 原因是 千镜的犹太人 认为撒玛利亚人 是不洁的 正如我们在福音中间 所看到的 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当耶稣问他说 你的丈夫的时候 他说 耶稣说 你有五个丈夫 但是你现在的这一个 也不是你的 言外之意 就是说 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她的生活 非常的不好 没有遵守天使的命令 表面上看 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耶稣 对撒玛利亚妇人的一个 赐给他这个 永生的活水 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 听到耶稣 说到了 他的生命中间的 隐秘的地方 伤痛的地方 他之所以呢 在六点 第六时辰呢 来祭祀 就是因为 他自己的生活呢 不好 所以呢 他没有脸呢 内心的牵壁呢 没有脸 在大家都打水的时间 去打水 而是在中午的 十二点这个时候呢 没有人去的时候呢 就他一个人呢 去那边去打水 那么他遇到了耶稣 表面上看呢 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在今天呢 他悔改了 因着欲祝的相遇 耶稣指出了他历史 他历史中间的事情 他认为 由开始称呼耶稣为先知呢 由开始称呼耶稣为先生 到耶稣呢 指出他生活中间的 过去的生活的时候呢 他称呼耶稣为先知 他内心深处呢 对耶稣信服 耶稣呢 也直接地启示他 说 我救世墨西亚 那要来的那一位 同你谈话的我呢 救世墨西亚 救世主耶稣基督 那么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 立刻呢 他就相信了耶稣 从他的生命里面的悔改 有了改变 那么实际上呢 当耶稣说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曾经呢 在过去的生活中间呢 曾经有五个丈夫 现在的这一个呢 也不是他的丈夫的时候呢 也在告诉我们 犹太人 这个撒玛利亚 这个人的这个历史 不仅仅耶稣呢 要接纳撒玛利亚这个妇女 更重要的是呢 他要接纳撒玛利亚这个民族 整个民族的人 我们都知道 在北国以色列的时候呢 亚收帝国占领了北国以色列 占领了北国以色列以后呢 他们呢 就把当地的以色列人呢 很多的以色列人 俘虏到亚收帝国 其他的地方去 然后呢 从亚收帝国其他的地方呢 又移民了五个外邦民族的人 来到这里居住 让他们呢 要求他们与当地的 以色列子们的通婚 好使他们呢 能够放弃他们对天主的信仰 而能够归顺亚收帝国 所以呢 因着留下的这一部分 以色列人呢 与这些五个外邦民族的人呢 通婚 他们后来的子女呢 也受到了这五个外邦民族 对他们的神的敬礼的污染 以色列子民呢 犹太人呢 就觉得说 这些人呢 他们的血统不存 所以呢 他们是不洁的 那么在今天呢 我们看到这个撒玛利亚妇女呢 与主的相遇以后呢 她开始称耶稣为先生 后来呢 当耶稣启示了她这一切以后呢 她相信耶稣就是墨西亚 救世主基督 所以呢 她相信了 她也改变了 她完全的相信了耶稣基督 她就回到她的村子里面去 把耶稣就是墨西亚的讯息呢 传递给整个撒玛利亚人 撒玛利亚人呢 很多人呢 听了这个妇女的宣讲 见证以后呢 就相信了耶稣 在福音结束的时候呢 当地的人告诉这个妇女说 我们现在相信的 不是因为你的话 而是因为我们亲眼看见了 所以呢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呢 就是墨西亚救世主 各位主力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也在四旬期 我们在四旬期的期间呢 教会也要求我们 提醒我们要悔改 要改变 撒玛利亚妇女呢 欲主相遇以后呢 她的生命有了改变 在我们的生命中间 今天呢 一方面呢 这个撒玛利亚妇女呢 她给我们呢 是一个表率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 我们在过去的生活中间 可能也有很多 这样那样的罪过 那么撒玛利亚妇女呢 同样 她的过去呢 也不好 当她与主相遇的时候呢 她完全地受到了 主启示的一个影响 她完全地信服 跪在主的面前 愿意呢 从她过去的罪恶生活中间 走出来 顺服于主的指令和带领 那么今天呢 我们大家呢 也把我们过去生活中间 一切的不完美的地方 罪过的地方呢 让我们也 借着我们的圣母妈妈呢 交在天主的手里 祈求天主的宽恕 让我们也能够像这个 撒玛利亚妇女一样呢 从过去的生活中间呢 走出来 撒玛利亚妇女 同样在今天的福音中间 耶稣 她看到这个撒玛利亚妇女 她知道她有罪过 她也知道当时在 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 有一些 老死不想往来的一些 传统的一些规定 但是呢 耶稣呢 她还是 大发怜悯 慈悲之心 走向这个 有罪过的妇女的生活中间 她不仅仅要招教 给这个 有罪过的妇女呢 赐给她永生的火水 她也愿意呢 借着这个妇女呢 把这个火水呢 赐给整个的撒玛利亚人 让我们大家 在我们的生命中间 也能够记得 我们做天主的儿女 我们来到这里祈祷 我们祈求永远 圣母妈妈 为我们转倒 我们也要把 主耶稣基督 的这一份 慈悲之心呢 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呢 积极主动 这些的实践出来 在以后的生活中间 让我们也能够 以慈悲的心 对待周围的弟兄姊妹 尤其是那些 有需要的人 那么在今天呢 神父也愿意用 我们的教宗 方济阁 在四旬期 给我们的提醒 我们做一个结束 那么教宗告诉我们 在四旬期呢 我们守在 我们要怎么样去守呢 教宗方济阁呢 告诉我们说 我们在整个的 四旬期里面呢 要摆脱悲伤 充满感恩 我们的生活中间 要多讲一些 友善的话 而不要说伤人的话 要充满感恩 而不要在悲伤的 悲痛的生活中间 也要在生活中间呢 要有忍耐 有耐心 而不要发愤怒 要信赖天主 而不要过分地 招虑 顾虑 担心 要充满希望 而不要悲观 更要信赖天主 而不要 常常被世俗的 烦恼的事情 所困扰 要思想简朴 而不要抱怨 教宗方济阁呢 最后呢 也告诉我们 要我们呢 在生活中间 要借着虔诚的祈祷 而不要避自己的压力 避生活中间 世俗的东西 所困扰 让我们最后呢 也再一次的 把我们的祈祷 把我们的需要 也交在圣母妈妈的手里 祈求圣母妈妈 为我们转导 我们现在也特别地 为教宗的意向 祈祷 念天主经 圣母经 我们的天父 愿祢的名树显扬 愿祢的国来临 愿祢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祢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祢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献诱惑 但救我们免于生恶 阿们 万福玛利亚 祢充满圣宠 主与祢同在 祢在妇女中守赞颂 祢的精子耶稣 同守赞颂 天主圣母玛利亚 求祢现在和我们临终时 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 阿们 第十九月 永元圣母 对不起 我们请翻开第十八月 向圣母送 自然自词同真玛利亚 请记忆 男人求你保护 求你救援 求你转达 从来没有不得到所求的 求同真至圣同真者 我的母亲 我怀着这种医世的心 投奔于你 我虽有罪 但现在忏悔 又来到你台前 求圣子降生之母 别拒绝我的要求 但请你仁慈地 否听我 阿们 为病人祈祷 主耶稣基督 你为我们忍受了痛苦和悲伤 请否听我们为病人的祈祷 赏识他们能孝伐你 甘心忍受自己的病痛 如果是你的旨意 求赐他们全愈 使他们永不忘记 你关心他们 阿们 我们特别把我们的教宗方几个的意象 放在我们的祈祷中间 我们念天主经圣母经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全娘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现意诱惑 但救我们免于羞恶 阿们 万神玛利亚 你充满圣诚 主与你同在 你在妇女中受赞颂 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 天主圣母玛利亚 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 为我们罪人祈祷天主 阿们 现在翻开十九月 唱永远圣母两段 大胜大胜大胜 大胜大胜永远圣母 我们人旧而保护 一地儿又伤心结果 万字而生向水谷 可爱上灵在我怀中 是大胜大胜永远圣母 大胜永远圣母 有此故事无事能言 耶稣不出事而生灭 也不怕我们碎点 天台四肢自家鸡鹿尾 并长毛在他眼前 他的双手紧握耳手 有留小恶手紧握 自已与坚强受苦心 一几零多大苦难 请贵 音乐圣母 有苦苦交起酒店 天真全心彼此永远 无关所缺 心事与临见 神父神智 神神尊高 自忍智 智人之三万民草 提送 德恩 神恩丰饶 敬礼 赞美 共幻月 年 同身 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祢在这奥妙的城市里给我们留下了祢苦难的纪念 我们恳求祢,在我们亲经祢提协调记时 使我们常体验到祢救恩的成果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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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们放到第36页 圣母圣新歌 圣母圣新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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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